蘇伊颱風前腳剛走 天氣放晴還不到兩天 緊接著在巴士海峽 又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行程 成為今年的第八號颱風 新馬龍 颱風啊 已經在十點半的時候 已經成形了 我們已經在十點半的時候 就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目前 它的行徑方向 大概還是朝向西北方向 然後它的行徑速度大概 十七海里 然後朝西北進行 清台西馬龍 十七號早上的中心位置 在俄倫比東南方 三百三十公里的海面上 一股移動路徑 將往西北方向行徑 從氣象雲圖看來 似乎會從台灣南邊掠過 可是由於颱風外圍雲層 範圍之大 勢必將有可能 帶來驚人的雨量 這個颱風 會比上一次的颱風雨量還大 因為我們 颱風這一次 剛好在它的迎風面上 因為颱風是逆時針轉 所以颱風現在在 剛好就在它的迎風面上面 所以風對我們的影響不是太大 但是雨應該會比上一個颱風還多 颱風來襲最直接影響的就是菜價 先前蘇利還沒登陸 農民趕著搶收 西部夜菜類盤商一舉將賣價提高兩成 沒想到蘇利只停留了一天 造成蔬菜同貨爆量 一般如果夜菜類是差不多百分之七八十是都沒有來 我們這裡到一般大東風就有一個菜包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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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說 在那裡要來做更加 管理一下 如果真的菜起雞的時候 你菜好之後真的就 沒有那個時候怎麼處理 我起雞是怎樣 有的都說 不然風台來就在清一清 要起雞了 對不對 我們這 從那裡也是 交易才比較多 道立菜每公斤平均盤價四十五元 瓜果類價格同時也下跌 苦瓜每公斤價格也當到三十五元 眼看颱風西馬龍又要來 連綿不斷的大雨 如果雨勢沒有稍緩的跡象 農作物泡水時間一長 收穫量緊縮 勢必又將衝擊到蘇果市場的價格 直接波及的還是消費大眾 東台新聞張家瑋黃建平台東報導